是西方不用着急,我们自己就能把自己弄死 你再给点时间 一个台湾人在北京送外卖 你可能就不信了,你说一个21大学毕业生 怎么可能在北京一个月挣2300呢 但我想说这真的是事实 哈喽大家好,我是八九 最近啊,又有一对粉红啊 拿台湾的物价是中国的两倍来说是 而这次他们拿了肯德基来玩哦 台湾的物价是中国的两倍 但薪水不是我们中国的两倍 真的是这样吗? 我们不要看表面 我们等一下带大家一一来用数据说话 你看,他发了一张图说 我点了一顿20元人民币约90块台币的肯德基 一点点你们肯定没有喝过吧 一杯霸王茶几洗茶之类的要价15元人民币 装修好点的自然贵些 一点点我当初去中国的时候印象非常深刻 为什么?因为它是繁体制的 再来他的奶茶我觉得跟当时的台北连锁价格差不了多少 而他旁边那一点点贴出了招聘员工的广告 那更是让我惊呆了 一杯奶茶印象中17年应该10到13块之间印象中是这样的 而他们月薪就是贴出3500上下到4000之间 什么休假福利的都是写面译 2017年当时的汇率是1比5 现在汇率可是1比4.4啊 结果有台湾的网友就贴出中国肯德基的物价来打脸这个小粉 我们来看这个个人套餐下面黄色的第一张图片 原味鸡套餐B跟A分别是30.5跟32.5 那A套餐有薯条可乐两只鸡腿 那32.5人民币换算就是台币143块钱 大份小份的我不知道 那我们来看台湾的小份的要175元 中份的加一个蛋塔要189元 大份的在蛋塔的基础上在外加4个基块要229元 好那这样看起来我被打脸了对吧 中国的物价却比台湾便宜了 还没有完哦 我们接下来看双方肯德基开出的薪水 我去了中国的招聘网看 你要干到资深的副经理在深圳月薪也才6000 也就是一个经理级别的人月薪26400块台币 比我们台湾最低的月薪2740 还低1000多块深圳 而中国肯德基上面写的时薪平均什么 兼职14.5一个小时 正职工15.5一个小时 经理17.5一个小时 那这样中国平均肯德基员工的薪水在4080元人民币 那有31%的员工薪水落在3000到4000之间 有26%的员工落在3000以下 那4080元月薪换算就是 17952块台币 这是扣除五险一斤钱的喔 扣除五险一斤之后呢 到手剩下3374元 也就是14845元台币 好那我们把14.5加15.5加17.5除以3 可以得到平均的时薪是15.8 你一个小时15.8块 你要怎么干到月薪的平均4080元呢 我们把这两个相处就可以得到你一个月要上满258.2个小时 那扣掉正常的双修之后 等于每天要上11.2个小时的班 这样很明显就是你们是单修对吧 双修的话一天要上11.2个小时 先说啊这些都是中国的招聘网跟中国的百度招 有问题是他们的造谣喔 我只是念着他们的转述哈 接下来啊我们来看台湾肯德基的方面 台湾肯德基的薪水起薪是183元起 那换算就是41.5人民币 值班津贴在变成组长之后 每小时加15块 那外送补贴啊每趟10到12元 那下雨天的另外加给 员工有餐点折扣啊 还有各种的节庆啊生日底券啊还有补贴嘛 那乡礼级别的薪水是36000块台币起跳 那也就是8181元台币 那福利年终还有各种加给啊 它上面都写面译啊这里 我们也不列入啦 我们就算两边都最基础了就好 而这也是台湾最知浅的对吧 那我们也可以看到 深圳副经理月薪资深的才6000台币 而中国那个统计啊还是把经理 到兼职的全部算进去平均对吧 那我们也要把台湾的乡礼级别的算进去平均啊 36000月薪换算就是一个小时204块 那乡礼的204加基础员工的183 加上组长了196 我们可以得到是583 那我们把这583除以3可以得到平均时薪为194元 我们这里都不把年终外送补贴手我们算进去哦 因为变数太大了 好那我们接下来啊 把中国的那个时数258.2个小时拿来算 因为工时必须得一样才是公平的对吧 那258.2乘以194可以得到月薪是5090块 那我们扣掉劳健保员工时拿到手的钱是48205元 那换算人民币就是10955块 所以你确定你还要再比吗 那当然了我们台湾不可能上到280 250个小时了 但你们这样平均下来你们是有的啊 像这个北京上海肯定工作不是15 16块这么低嘛 那它是平均你们全中国来说因为不是只有北京跟上海代表中国对吧 那更多的是什么山东啊河北啊河南湖南啊 所以我觉得你再比下去脸折越来越重 平均薪水已经是你的两倍有余快三倍了 请问物价台湾有比你高两到三倍吗 你脸都被打烂了耶 你的薪水就已经够低你的五险一金的扣的比例 还越来越重还比台湾的劳健保重 结果这个小粉红还不死心拿出有折价券过后的物价来抢 说你看我弄了折价券一餐只要十几块啊 你要不要干脆拿说 昨天我朋友请我免费零块 你看中国的物价零块 干嘛啦台湾有折价券不要搞笑了 硬脆硬脊更小啦 结果啊到现在还有舔工的台湾人在抢 中国有好多文章都在写 台湾清到中国送外卖啊月入八经 你知道前阵子的两会才有人大说 要把外送员的薪水降低耶 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 太恶心了啊 一个台湾人在北京送外卖 虽然说职业不分包低 但是台清登陆打拼创业 结果意外成为外卖骑手 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 看到这个模板我还需要吐槽吗 中国网友懂得都懂我在说什么 一下谁在哪个城市做外卖月入国外 一下谁又在哪做个考场月入好几万 谁又在哪摆摊创业月入十几万 这种模板你们这三年看的还少吗 什么送外卖两三年存的几千万买房 买了两套 是不是你们还记得吧 不用搞笑 中共也说自己民主自由啊 人民有结社抗议监督政府的自由 你们也可以查到他们的宪法 确实也这样写 那事实上执行面是这样子吗 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以下这两段影片 我以我个人的亲身经历来说 我这一年辛辛苦苦在外面上了一年班 一分钱没挣到不说 还把爸妈给我的一万块钱给划光了 就说人家是资本家 我这属于是慈善家呀 我家人那真的是破房了 而且说来可笑的是 就在上班之前 我还一直觉得自己的学历挺不错的 再怎么说咱也是个211大学毕业的是吧 混得有多差呢 我这一年五份工作 结果这五份工作就通通都没有干下去 而且甚至于我第一份工作 在北京我一个月拿到手的就只有2300块钱 你可能就不信了 你说一个211大学毕业生 怎么可能在北京一个月挣2300呢 但我想说这真的是事实 就 学校是一本呢 也是这个区间吗 同样一样的 对 你可以再多问题讲 那这个社保怎么买呢 短证之后才会购买 短证之后才买 对 这样子吗 那包吃住吗 包吃不包住 包吃不包住 然后工资3800到4600 然后我是一本也是这个价格 对对对对对 是的 那你知不知道你们公司是违反了规定的呀 其实试用期就必须要买社保啊 那你在那边别家吧 你们公司就不买是吗 没有说不买哦 那我就纳闷了 这两个人如果在北京的 那些中国人怎么不去跑外卖 约入八千 你们从小在中国长大的 然后你们资讯比一个台清过去还差 所以一定是有一遍在骗人嘛 对吧 以上啊 这些都是去旅游看不到的 谁去旅游会算那个当地物价跟购买力 还有当地人做这份工作的月薪 无险一金等等的换算 还有税金 还有一些医疗福利全部扣除生活成本 而且两边的生活品质要一样的前提之下去扣除 不是说哦 这个人为了省钱吃面包 然后吃什么稀饭 然后这个人正常的生活吃大餐 然后呢 你把这两边剩下来的钱拿去平均 这样就不合理了 那相信大多数人啊 去旅游也不会做到这件事情 这很正常 但面对这种有侵略意图 有统战意图的国家 还是全面了解一下会比较好 影片的最后啊 给大家介绍到 最近中国的街边小食品啊 淀粉肠出包了 在3月15号被央视的3.15晚会 揭穿说什么呢 其中有几家淀粉肠 有餐这个鸡骨泥 而这个鸡骨泥啊 是宠物饲料的成分 那吃的还不错啊 饲料挤的 对吧 我吃和牛也有时候会吃饲料挤的 还不错 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条影片 三块一根 五块俩的淀粉肠我吃了好几年 现在告诉我淀粉肠是用鸡肉和鸡骨泥做的 骨泥不仅以人吃 是给宠物吃的 我都奇怪 你说你净价低 无所谓 我爱吃我就买 但是你竟然拿骨泥给刺我 什么叫骨泥 吃剩的骨头 饭糖的干水 涂彩厂的边角料 都可以叫骨泥 而我几乎每天都买一根吃 这一刻一个热爱淀粉肠的灵魂倒下了 315 当天所有的瓜都比不上这个 让我难受 现在感觉三块钱买骨泥吃 我就是个超级大怨种 当然啦 很多小粉会说 你看咱们中国现在有很多厂商出来 自证自家产品没问题 来拍了流水线 董事长也吃给你看啊 不过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网友暖心的留言 董事长吃的那根绝对不是骨泥做的 确实没有骨泥 只是里面的鸡肉 是不是冻了太久 变成了姜S呢 他从冰柜拿出来 谁知道那个肉放了多久 不要洗了 我已经接受不了了 好消息 不是所有的淀粉厂都有骨泥 坏消息 没有骨泥的都很贵 路边小贩肯定不会用 我们学校门口的所有淀粉厂 都换成了火山石烤厂了 那我也不知道要怎么点评啊 那只好用这部影片来结尾 带大家来看一下中国人是怎么嘲讽自己的 其实西方不用着急 我们自己就能把自己弄死 你再给点时间 早餐压硝酸盐 腌制长寿雌性猪幼 化戒扮演大蠢驴 配香精调制豆浆 午餐彩虹碗 盛泰国香米饭 配梅干菜扣血泊淋巴姐的甲冻腺 喝一杯烧仙草 烧仙草馊馊了那能吗 人家人工气又长完了递给我的 要收的话已经就告诉我了 谁像你仙人那么坏啊 你那是下象棋把棋子吃了 一脑袋泡 晚餐火锅蒜和铜瓜 带上甲犬鸦血 再喝点酒精勾兑的特供酒 哎呀酥辣 宵夜整个淀粉肠 再找不点烂水果 切碎的鞭角料 整个盘子 逐大一个化腐朽为神奇 透过不防火的防火剥离 是吧 不灭火的灭火气 还要一个惬意 我死了一天就完美结束 我都吃淀粉肠了 你给我搞什么优务呢 还有古尼 厂家都说了 大人是给狗吃的 那我半天瓦笔一直在这吃狗吃呢 我说我的狗怎么离开了我呢 走之前呀 不好呀 逢我逢你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不想记得一定要把我封锁 我是伴侯小姐 拜拜